你知道格鬥在泰國監獄到底有多重要嗎? 大家好 我是佐書 今天這期節目告訴你 在泰國監獄裏 只要你打拳打得好 還能減刑提前出獄 對 不用的支持又增加了嗎? 首先 泰拳作為泰國的勃粹 也是泰國最重要的競技運動 相信很多人都聽說過 泰拳是窮人的職業 在泰國 窮人家的小孩 可以通過泰拳 找到一份不錯的謀生出路 甚至還可能成為 像波球一樣的泰拳王 走向人生巔峰 成為全民偶像 而泰國一些法律 也是鼓勵民眾通過泰拳 改變自己的命運 其中就包括我們今天 要聊的這項特殊的監獄文化 用自己的拳頭 換來減刑出獄的機會 這樣聽起來 是不是像某個 終極格鬥電影中的橋段呢 其實這項法律 最早可以追溯到1767年 當時的仙龍王朝 與緬甸交戰時 緬甸國王為了喝酒助興 就命令一名泰拳戰俘 與9位緬甸拳手進行決鬥 最終這位泰拳選手 九死一生的 打敗了緬甸拳手 獲得了勝利 於是 緬甸國王一高興就不僅釋放了他 並且還送了他兩位美女回到泰國 之後 泰國懲教署 根據這名泰國選手的經歷 就將這種制度 引入到了監獄 給監獄中 一些真心懺悔的囚犯 帶來立功解刑的希望 泰國囚犯 只要在監獄舉辦的比賽中 戰勝外國人就能解刑 甚至可以馬上獲得自由 後來 這種獨特的監獄文化 慢慢的在國外傳開 於是 也吸引了很多國外選手 目的而來 甚至是商人的投資 其中 一名愛沙尼亞的商人 索克爾 就專門在泰國的監獄 創辦了一個叫 監獄格鬥大賽的慈善比賽 宣稱是幫助那些囚犯 早日出獄 和提供出獄後的就業機會 減少犯罪率 當然 這項政策在泰國監獄 也是大受囚犯們的歡迎 一方面 荷爾蒙、爆棚 又無所思事的囚犯 找到了自己奮鬥的目標 另一方面 說不定還能提前積累 就業經驗 這項監獄文化 也延續了多年 其中 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拳手 就是曾經擊敗過 周世銘的世界拳王 阿泰倫隆 阿泰倫隆出生時 因為被遺棄而流落街頭 後來又以泰拳謀生 2006年時 因為搶劫遊客 引起多次入獄的前科 而被判了15年的重刑 然而 阿泰倫隆通過報名參加監獄的拳擊訓練 一年之後 就贏得了國家業役拳擊錦標賽的冠軍 第二天就獲得了特赦出獄 以替補拳手出戰的他 在泰國最盛大的泰王杯中 戰勝了此後的兩屆奧運會冠軍 周世銘 一戰成名 重獲自由的阿泰倫隆 又被選入國家隊代表泰國 參加了2008年北京奧運會 和2016年里約奧運會